第五百一十二集 老皇帝哭丧着脸坐回椅子里 琢磨着问白赫然 你们家孩子都是这个脾气吗 白赫然摇摇头 并不 大概只有我和珍珍这样吧 再想想又摇头 也不是 浩轩还小 不太能看得出脾气来 我那三妹妹倒是性子柔顺些 不过也不尽然 听说前几天 我父亲到天赐镇的胭脂作坊去闹事 最后是被作坊里的姑娘们给打出来的 哦 我三妹妹是主力 老皇帝听得一头瀑布汗 白新颜被他闺女带人给打出来了 真是个怂惑 父皇 要不我到平王府看看去吧 别真闹出什么事来 白赫然对天和地进行着善意的提醒 我那四妹妹胆子确实有点大 当初都敢当街拦九哥的麻 我真怕他把三殿下给砍死了 老皇帝一哆嗦 但还是咬着牙刀 不用管 砍死就砍死 他活该的 白赫然便不再说什么 行了礼 退离清明殿 于本开始吩咐小太监们收拾地上的东西 然后自己走上前 小声提醒天和地 皇上还是先去和皇后娘娘大个招呼吧 主动说总比娘娘过来兴师问罪的好 老皇帝想了想点点头 你说的对 坦白跟问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走吧 白嫁招人宫 但愿他能讲理些 毕竟这事也不是朕愿意发生的 且不说招人宫里 陈皇后又跟老皇帝打了一架 只说白赫然出宫之后直奔平王府 虽然老皇帝说打死活该 但是他知道 如果白珍珍真把三皇子给砍死了 老皇帝心里还是会记恨他 毕竟那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打得骂得杀得 别人要是动了手 他肯定不敢 此时的平王府门口可谓相当热闹 白珍珍先回国公府接上了白浩轩 又从厨房里顺出来两把菜刀 借第二人一人一把 气势汹汹地杀上了平王府 平王府外面 阎王殿的人已经将这座府底 里三层外三层地给围了起来 正门口更是多留了不少人守着 一来 查看都有些什么人会到平王府这里来打探消息 二来 也是怕看热闹的百姓误闯入这座 已经变成独障的府底 当阎王殿的人看到白珍珍拉着白浩轩的手 一人提着一把菜刀满腔怒火来到平王府门口时 他们的热血都跟着沸腾了 此时此刻 所有阎王殿的人心里都是同一个想法 夫人太霸气了 的确够霸气 才十二岁的小姑娘 一身血衣如玉面罗刹一般杀向了平王府 一把菜刀光当一声砍到了平王府的大门上 同时高声喝道 平王府里的人 你们给姑奶奶听着 姑奶奶刚从皇宫里出来 皇上说了 今儿姑奶奶就是把你家主子砍死在这里 那也是他活该 所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一会儿有多远就给我躲多远 谁敢上前拦姑奶奶一下 姑奶奶连着你们一起砍 我就不信 今儿我砍不死那个君老三 我砍不死他 我就不叫白珍珍 一口气吆喝完 抬起脚就往府门上喘 结果府门因为阎王殿从外头给锁上了 这一脚没踹开 还把他的腿给震得生疼 白浩轩一脸关心 姐 没事吧 没事 他挥挥手 为身边站着的一名官差 我瞅着你怪眼熟的 阎王殿的吗 那人忍住笑赶紧的 回思小姐的话 属下的确是阎王殿的人 奉慎王殿下之命 在这里守着 不许任何人出入 哦 他点点头 又直指自己 既然是阎王殿的 又知道跟我叫四小姐 那你应该知道 我跟你们家圣王殿下是什么关系吧 所以你们说的不许任何人出入 包括我吗 那官差赶紧的 四小姐多虑了 怎么可能包括您呢 临来之前呢 殿下就说了 这事儿 四小姐这头是吃了亏的 依照四小姐您的脾气 那势必是要来找三殿下清算的 而这毒账呢 既然是您的姐姐天赐公主布下的 那么公主殿下就一定会给你解药 属下等再次 只要确定四小姐已经服过解药 立即就会开门放行 且四小姐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属下等必尽全力呀 白珍珍对此表示很满意 我和我弟已经服过解药了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至于帮忙 你们应该还没吃过解药吧 那就不用跟着我进去了 只要告诉我那君老三 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就好 我们自己进去找 反正已经让我解读成这样了 他们就是案板上的肉 没危险 官差点点头 四小姐收的是 以属下分析啊 三殿下此刻呢会在书房 书房的方位是 白珍珍得了一个详细的方位 随着官差打开了平王府的大门 拉着白浩轩就冲进去了 白浩轩到底是年纪小 还有点害怕 何况平王府此刻的氛围 确实有几分恐怖 四处都是浓雾 走路都快看不清楚脚底下是土地 还是河流了 他声音有些打颤 小声问白珍珍 姐 咱们真要砍死那个人吗 你确定当皇上知道 他儿子死了之后不会反悔 你今年可是要做人家儿媳妇的 如果这时候杀了你未来 拱拱另外的儿子 这个梁子可就算结下了 这后一家人见面得多尴尬呀 白珍珍眼以理 怎么 害怕了 刚才在府里的时候 是谁叫嚣着非要跟我一起来的 是谁乍着呼呼说 一定要剁了那个三皇子的 怎么这会儿怂了呢 轩儿 姐可得跟你说好 咱们是来出气的 而且机会就这么一次 这会儿你要是怂了 往后再想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可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们这是为娘亲报仇 我们的娘亲差一点就死在三皇子手里 你想想这个事儿 就一点都不后怕吗 如果娘亲死了 我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你难道就都没想过吗 白昊轩心里一紧 是啊 娘亲差一点就死了 她何止是后怕 她简直快要吓死了 姐 我没怂 白昊轩一边走一边对她姐姐说 我只是怕皇上反悔 也怕影响你跟未来姐夫的亲事 如果你确定杀了那个王八蛋真的没事 那咱们就去杀 又什么呀 二姐姐说过 杀人就跟杀猪没什么区别 都是用刀剁肉 要实在说有区别 那就是那些被我们决定要杀掉的人 连猪都不如 白昊轩一哆嗦 都是用刀剁肉 真是好比喻 所以轩儿 你一向最听二姐姐的话了 咱们一定不能送 该剁就得剁 不过 她顿了顿 咬咬牙说 你说的也有道理 要是咱们真的把三皇子给砍死了 虽然皇上表面上不好说什么 但内心里肯定不痛快 说不定以后要寻个机会找咱们麻烦 白昊轩点点头 少姐 现在是皇家欠咱们一个人情 但如果咱们要是把三皇子给砍死了 不但这个人情没了 十要八九还得结仇 白昊轩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的对啊 身上背着皇家的仇恨 这可不是好玩的事 一个不小心就要掉进他们挖的坑里 跑都跑不出来 随轩儿 姐决定换个路子 咱们砍还是得砍 但是不要把她砍死 先胡乱砍一顿出出气 纸伤皮肉和筋骨 多种都行 反正二姐姐能治 只要给她留一口气就完了 当然光是砍过瘾了还不行 咱们还得给她留下一些永久的回忆 让她这辈子 不管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些回忆 都能想起来今日我们的抱负 从而不敢再对我们兴起丝毫歹 否则我们的抱负会来得更努力 白浩轩用力地点头 嗯 没错 一定要让她记住 我们是很残暴的 非常残暴 可是应该给她留下什么回忆呢 两人寻思了一会儿 终于在寻到三皇子书房前有了决定 钻她四根手指 每只手断两根 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永远记住 此决定二人一拍即合 随即 白珍珍抬起一腿 踹开了三皇子书房的门 此时的君木义正趴在地上 且就在书房门口 因为她之前是想跑出书房求救的 可惜踩到门口 就发现自己全身无力 跟喝醉了一样 腿脚都是软的 一步也迈不出去 不但出不了书房 她甚至摔到地上之后 就一直没能起来 以至于白珍珍姐弟二人 踹开房门后 一脚就踩到了她的脑袋上 白珍珍当时就吓了一跳 嗷的一声就蹦了起来 什么东西 她还以为踩着耗子了 可这耗子有点大 也有点硬 好在书房里头雾气淡一些 她低头一看 原来自己踩着的竟是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的 正是他们要找的仇人 三皇子君木义 白珍珍握了握手里的彩刀 问身边的白浩轩 轩儿 准备好了吗 白浩轩点点头 虽然手脚都在打哆嗦 声音也是打着颤的 但还是大声道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还等什么 砍呢 随着白珍珍一声令下 姐弟二人坐地上就开始一顿狂砍 一边砍还一边细数三皇子的罪行 从她追杀红旺 到她鲁街红飘飘 再到杀了原婆 一桩桩一件件 说得那叫一个戏样 说一件砍一刀 再说一件又多砍一刀 起初两人因为还没什么经验 又对砍人这种事有点心理负担 所以砍得比较含蓄 但是到了后来 越是说着这些仇恨 越是觉得趴在地上被砍的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他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对他畜生还有什么好手软的 当然是提刀剁肉 绝不留情 于是接下来 一刀比一刀准 一刀比一刀狠 刀刀入肉 刀刀见血 渐渐地终于砍到了筋骨 疼得那三皇子是满地打滚 君木义整个人都是懵的 起初他只是感觉到 有人踩了他的脑袋 但是他没有生气 因为这证明有人来了 只要有人来 他就能得救了 于是满心期待来人 能把他给扶起来 再浮出这座不满毒账的平王府去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进来的是两个人 好像还是两个孩子 这俩孩子非但不是救他的 好像还是来杀他的 这简直就是两个魔鬼 什么也不说 进来就开砍 他是皇子 这辈子什么时候 受过这样的伤害 就是年少时出入战场 父皇也没让他受到过半点伤害 可是今日 非但被那白鹤染封在了王府里 眼下还要被两个毛孩子狂砍 这算怎么回事 难道今天他就要死在这两个孩子手里 他堂堂东秦三皇子 居然落得这种下场 君沐义完全想不通 关键是也没有时间给他想 白珍珍跟白浩轩的菜刀 一刀一刀剁下来 从头剁到脚 他感觉再剁一会儿 就要剁到骨头了 他终于开始害怕 他想逃 可是除了勉强能够小范围的翻滚之外 他什么都做不了 站不起来 喊不出声 甚至连睁开眼睛都费劲 但是他还是听出来 这俩孩子是谁了 他们是那红氏的儿女 是来给娘亲报仇的 君沐义再一次深深地懊悔 为何没有告诫那些杀手 只抓白星岩的儿子一个人 不要招惹其他人 这下好了 偏偏把红氏也一起抓了去 结果惹来了人家的一双儿女 轩儿 你累不累 是不是剁人比剁肉累多了 没关系 再忍一忍 我们再剁一会儿 现在剁下来的肉还不够多 血都还没有流到门外呢 白浩轩也对他姐姐说 放心 我能挺住 累倒是不累 就是有点恶心 不过只要一想到娘亲的遭遇 恶心什么的就不算什么了 姐 我跟二姐姐学过医 也看过很多医术 我懂得人身体上的结构 知道砍什么地方 又不会致人死亡 又能给对方造成最大的痛苦 来 我交给你 你照着我说的地方去砍 保证比现在这样乱砍 要过瘾得多 白珍珍一听这话就乐了 你怎么不早说 来来来 快告诉我 咱们换一种方式砍 大家好 我是本书男主播 陆清竹 水平有限 不知道演绎的角色 是否能让大家满意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一分关注 十分欢迎来留言吐槽 主播很重视的呢 感谢观看